灯燈應該壞了,燒了 唯有觀眾說想見到Monkey和商業美郎同台出場 難怪他們,我們這麼像樣子 真的這麼像嗎? KONNICHIWA 我是商業美郎先生 上星期和大家預透了 我們會GiveawayMonkey Sanka 2021年的KTM Dukie 50 今天由我和大家講解一下 究竟這個HKMonkey Rider知感謝祭Giveaway的遊戲規則是怎樣玩的呢? 想參與這個Giveaway的話,只需要做兩個動作 第一,就是在這段影片下方的Description box中 我已經放了一條link 這條link是一個Google方法 考驗一下大家對HKMonkey Rider的頻道認識有多少 裡面有大概二十多條題目 總分三十多分 回答完所有問題後,我就會將大家申請上來的答案 做一次統計,看看哪一個最高分 最高分的一位觀眾 就會成為我們頭獎 Dukie 250 的得獎者 第二高分就會獲得二獎 第三高分會獲得三獎 第四高分會獲得四獎 第五高分會獲得五獎 如此類推慢慢下 直至我們送出九份商品 好,如果遇到同分的情況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你就要做第二個動作 保障自己了 第二個動作,就是在這段影片一出的時候 在HKMonkey Rider的IG上有一個Post 大家只需要在那個Post裡面留言 說一下你對香港的電動電單車 未來有什麼看法呢? 就可以了 大家填完Google Forms 後 如果遇到相同分數的情況 我就會看看那兩位相同分數的觀眾 在IG Post 上的留言 誰寫得好一點 再決定誰先獲得獎品 就是這樣 整件事很簡單 不過可能你會說 不是,整件事這麼複雜,很麻煩 我自己也在中途才看Monkey這個頻道 其實我可能對他的頻道的認知不多 一定沒有我的份 如果找到這個Giveaway,你就錯了 大家要明白,這段影片一出 去到2月15日之前 你是有足夠的時間去重溫一下MonkeySan Channel上的細節 簡單來說 這就是一個Open Book Examination 讓你出貓去玩的一個問答遊戲 我的數據告訴我 我們上次做Giveaway的時候 大概有70個人參與 今次這個HK Monkey Rider之感謝祭的Giveaway 這麼複雜 有機會參與的人數是少於70個 所以只要你不介意這麼麻煩 去填Google Forms 再留言的話 你可以成為得獎者的機會 是會再高一點 還未說的是MonkeySan 最近的影片的感覺不是特別多 所以看這段影片的觀眾們 如果你們一起去玩這個Giveaway的話 你們的勝算又再高一點了 各位一直支持MonkeySan的觀眾們 就按下連結去玩Q&A 之後就去MonkeySan的IG留言 如果你真的得獎的話 MonkeySan就會聯絡你了 還有在這段影片一出的時候 我也要求MonkeySan一次過出了 一些介紹2獎至9號獎的片段 而那些片段中 也有機會有彩蛋可以幫助你 在Google Forms 問答遊戲中 獲得更高分 到2月15日為止 大概有個多星期時間 讓大家重溫MonkeySan的頻道上的影片 再加在他的IG找一下線索 這就是HK Monkey Rider之感謝祭祝的遊戲規則 在此感謝各位一起參與 HK Monkey Rider之感謝祭祝祝的 各位商戶 當中包括 由DainaceHK送出的2022年 Dainace Racing 4 Leather Jacket 價值4,670元 由利力送出的Spartan RS 或 RS Carbon 頭盔 價值3,990元 由Point 65 North 送出的Kryptonite 背囊1個價值2,680元 亦由Dainace送出的AGV K1 Rossi McGillor 2015 頭盔 價值1,980元 由GV送出的2023年新款 美商年底版一套 價值1,980元 由鐵騎布品送出的KYT NFR FU Kabuti Cat L Size 頭盔 價值1,980元 由One Set Eyewear 送出的Mercury 眼鏡一副 價值880元 以及由Dainco Design 送出的 酬盔夾1個 價值3,990元 亦會相互內斂多多指教 大家不明白遊戲規則就看了這段影片 我是商業美龍先生 我們15日後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字幕視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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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者